嗨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如果在關注我的IG 就會發現最近我的貼文或是線洞 很常出現這些東西 就是植物快根 自從之前去台中的part 2 看到了這麼多的快根跟植物之後 深深的入坑了 然後就越買越多 還顯得是各種品種 然後之後每一晚會發一支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如何一步步跌入這個深坑的 不過雖然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快根植物上 但還是沒有忘了我自己的最愛就是服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又買了哪一些好看有趣的單品 把摸嗦 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條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BIMS PLUS短褲 今年的款式我終於拿到手了 那這個褲子它其實設計上就是採用了 美軍早期的運動褲的概念 就是比較寬短的造型 然後在正面兩個口袋 屁股後面兩個口袋 右腳的褲管的最底下 還有附了一個一樣有拉鍊的一個小零錢袋 方便你可以放零錢 就是一個非常基本簡單 但是有小細節的日常短褲吧 去年是使用了比較偏向抗撕裂布的紋理 但是帶有彈性的面料以及是防潑水的 今年則是採用了這種非常非常薄 帶有光澤感的面料 然後上面是有輕微的自然皺褲 所以穿起來的層次感我覺得非常的好 然後這款布料的好處就是它真的真的超級涼快 穿著它騎車真的跟沒穿褲子 沒什麼兩樣就是腿超涼超舒服的 可是這條的可惜就是它的面料 就像去年一樣這麼有彈性 算是唯一比較可惜的一點 但是介於它的涼爽度來說 我覺得還是一條非常好穿 非常適合夏天的褲子 沒意外的話應該明年推出的我也會買 因為這條褲子你只要穿過之後 不管是翻新或是面料真的都非常的吸引人 尤其是它的面料真的是非常特別 都是他們自己獨立開發的 所以也不是一般市面上常見的面料 算是這條褲子的一大特色 沒買過的可以試試看 真的是一條夏日小褲吧 再來下一個就是來自The North Face的小包 但它可能是一般的The North Face 而是來自日本的The North Face指標 那這個包我買它的最大主因 就是因為它的顏色是黑色 因為即便我的包包其實款式很多 然後顏色也很多 但我最近發現 竟然沒有一個最基本最百搭的黑色包包 不過雖然它是一個相對基本的黑色包包 可是我覺得它的細節跟它的樣子還是滿特別的 樣子就是一個長方形的包款 然後打開來之後裡面有一個內袋空間 還有再附了一個小內袋可以去分類你的物品 再來就是它的面料 整個包都是採用了Coldura的防水面料 所以在日常的使用也非常的方便 雨天也不用怕淋濕 然後這個包還有最後一個細節 也是我很喜歡的就是它的剪裁 它呢是在正面的下方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去加了縫線 讓整個包包立體起來 這個部分我覺得會讓包包的形狀 在立體的同時會更順眼 然後更自然一些的對意 整體來說這個包雖然乍看之下 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黑色包包 但是實際拿到摸起來搭起來 它的質感跟細節真的是相當有效 再來下一樣就是這個小東西戒指 這戒指呢一樣是來自台灣品牌 我個人非常愛的品牌 Haraway所推出的古巴鏈戒 它們這個戒指我覺得 與一般的古巴鏈戒的差別就是在於 它是完全沒有開口的 因為很多品牌的古巴鏈戒 為了方便客人去調整戒尾呢 它會去做一個開口的設計 但它們這一款呢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開口 這個部分讓戴起來我覺得更扎實更有包覆感 再來就是在每一個算古巴鏈條的上面呢 都有這樣的品牌非常經典的這個 黑色的霧面造型 然後我選的尺寸呢是 無名指的尺寸 因為我目前的戒指 大部分都是中指、實指 比較少這兩根指頭的戒指 它們家的戒指 我覺得在大小很剛好的情況下去 做的特別的造型跟設計 這一點個人很喜歡 包括我的小母子也是它們家的戒指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中指以下比較細的手指頭 還是能夠配戴比較有造型感的戒指 所以如果是想要入手特殊借款的話 這一顆的大小跟它的造型我覺得都很適合 不會太大 但是造型感很夠 再來下一件 就是來自Econia的花襯衫 超特別的圖案 滿版 但是卻又是照片的感覺 真替特色真的是超強烈 造型感超重 一看到我覺得就真的是超帥的 然後這件衣服 除了圖案很特別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面料 它的面料是使用的這種非常舒服 穿起來有一點涼感的絲綢感 然後微微的光澤 但是呢卻是有厚度的 因為這種面料 我之前看過有一些品牌粗 但是太薄了 導致你穿起來的時候就是很塌 然後沒什麼精神 但是它們這一件呢 在有光澤 有柔軟度的前提下 卻是使用了稍微有磅速一點的面料 在穿起來的時候就可以有適色感的同時 卻是有厚度有分量的 會再更有質感一些 再來就是版型的部分 它的版型我個人也非常的喜歡 它是使用了寬短的造型 寬短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在寬鬆輪廓下 又有顯高的效果 那它可能像配上寬鬆的西裝褲 西裝短褲都可以營造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 帶一點那種壞壞感覺的微正妝造型吧 再來細節的部分呢就是它的扣子 我覺得扣子雖然在襯衫上的部分真的很小 但是它對於整件襯衫的質感 影響力其實超級大的 那麼扣子呢是使用了這一種灰藍色的扣子 然後它的大小以及立體度 我覺得對應上這件襯衫 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就是剛剛好的大小以及適合的色調 就讓整件襯衫的細節加分了不少 那這件襯衫它雖然說整體的造型比較豐富 然後比較花俏 可是因為它的顏色是屬於比較深的色調 就會比起一般太過鮮豔的花襯衫來的好融入 各種的衣服裡面 那如果是想買花襯衫 但是你總是覺得款式太花俏 你自己無法駕馭的話 這一個比較帶灰藍色色調的襯衫 應該就會比較適合你低調 但是又不會太低調 再來最後一個 這個就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來自台灣的Stuzy 他們寄給我 他們跟Nike聯名的Air Max 2013 這雙鞋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它也太混了吧 他們這一次跟Air Max聯名的2013D 跟我推出了三個顏色 米色 然後黑色 以及粉紅色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應該最喜歡的都是米色 就是比較好搭配比較日常嘛 但這一雙雖然它的顏色真的是非常的花俏 但我反而覺得它更帶有了Stuzy的調性 就是比較接頭 然後比較大膽一些 然後搭配性的話其實我目前收到 本來會覺得它可能真的很難搭 然後太花 但實際搭配下來之後 我覺得你只要在上衣的選擇衣 比較基本的色調為主 搭配它都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好的亮度 雖然擺搭性我覺得可能 不是三個配色裡面最好的 但是特色絕對是三個裡面最騷的 那這雙鞋其實是兩雙鞋的合體 就是Air Max 2013 的外型 再融合上了Air Max 2015 的導勾元素 包括外面以及裡面的地方 鞋子的側邊 鞋舌以及鞋鏈都有加了Stuzy的字樣 然後鞋舌中間這一塊的Stuzy 是有加了飛眼反光的造型 可以再更有一個小亮點吧 那整體穿起來的腳感我覺得是非常的薄腳 我自己穿的是大半號27公分 我覺得上腳後還是滿薄滿貼的 所以如果是想要買的話 建議大半號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這雙鞋我目前只穿過一次 然後是搭配上次跟大家介紹我的品牌 PPP的棉褲以及他們品牌的Stuzy上衣 就是比較簡單 跟剛剛說的一樣 上半身是素 然後下半身是比較花俏的顏色 這樣的搭配我覺得是非常適合這雙鞋子 讓它成為一切的焦點 然後之後我應該也會再嘗試用它來搭配我的衣服 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所以如果是好奇粉紅色可以怎麼搭配的話 可以再關注一下我後續IG的照片 總之就感謝Stuzy寄給我他們的Nike聯名的2013 以上就是近期購物的服飾類戰利品 那其實最近剛跟大家說了嘛 買了不少植物 所以有一些的淺錢也是跑去的植物那邊 那應該之後再跟大家介紹我買了哪一些植物 然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戰利品 如果還買到的話 他們連結附載資訊欄有算的話 就可以去自行的去用一下囉 好 那就這樣朋友喜歡 那不要訂閱我頻道 還有IG然後小鈴鐺 還有點看我新影片 那就這樣朋友們 下次見